木白四柱 香味扑鼻 不知昼夜 苟田上下 哈嘍大家好 欢迎回到JL的赛马频道 我是JL 活动过去后你以为就没有新的马娘了吗 你以为就没有新的卡池了吗 很遗憾的 那个CY又来出手 这次新卡池当然有新马娘和新支援卡 看卡先看嘛 那么就先从马娘这里开始 这次新增的马娘是富士奇迹 老实说我对这个马娘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但我总觉得会把这个马娘和好歌剧混在一起 不过世新这些就和好歌剧相差致远啦 距离世新是印尼塞A级 短距离和中距离是B级 跑法世新是先行 由于是专跑印尼塞的马娘 所以我觉得这马娘很有可能 可以出现在这次的线上PVP活动里 也就是会在7月下半举行的巨蟹杯 关于这个巨蟹杯的影片 我会另外再做 这次我就真的不会再偷懒 是真的一定会去做 主要的属性是力量 次要的则是智力 至于技能的方面 固有技能是在最后的直线上 如果位于前方的时候 将会闪耀起来 并且加速 火称闪光的福士奇迹 而其他的技能都是偏向印尼塞和先行满的技能 有金色的预解机和金色的上位 先行恢复技能 当然也有一个debuff技能 然后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富士奇迹的第五场和第六场的赛事里 你作为他的master 可以选择两种路线 分别是东海帝王的三贯路线和普通的印尼塞路线 因为本来就是印尼塞距离四星的 所以在三贯路线里的菊花赏 只要出走就好 意思就是拿第18名也可以 嗯?你问我要不要抽?问就是要 不问也是要 哪一个马娘漂亮就抽哪一个马娘 不就是这个游戏的真理吗? 介绍完了马娘之后 自愿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一次就比较高兴一些 因为有一张SSR也有一张SR卡 就先从抽爆的开始 更新SSR 木柏莱恩 是不是看到更新就不想抽了 我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要介绍这一支自愿卡 面板其实非常不错 得益率很高 心情效果加成也很高 天等级和触发力也有 而且还有力量加成 技能点加成 一突破了后会有更新加成 三突破了后会有初期羁绊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优秀的 而且点更新会增加速度和力量 所以组完更新的话 我倒也蛮建议抽一抽的 然后是平民也可能会抽不到的SR赤离卡 不白丹雅 这张卡的绘图是真的很香 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香气 面板这里很不错 初期羁绊和得益率一开始就会有 一突破了后会有训练效果加成 满突破后会有力量加成 而且35点的得益率 让人比较开心的是 满突破了后会有HIN等级3 而且还是50%以上的触发率 性情效果加成是55% 满突破真的很香 我觉得如果没有美丽周路和其他好用的满突破 SR赤离卡的话 我觉得这张可以爆回家 至于下一次的活动就是 印尼赛的线上PVP了 所以关于这个PVP 我还会另外再做另一支影片 还有就是另一个新的预传活动 这个就要尝试了后才会做出攻略或介绍影片了 当然还有更新了其他很多新的东西 之后我就一个一个慢慢告诉大家 我是这样 赫白家族的马娘都很香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